那你再用lone就好了 不過基本上應該大部分狀態 用到lone的機會很少 OK 那另外還有個floater跟double 那一般用的比較多是double floater的話如果說你的值比較小的話 你再用floater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想動腦筋 哪個大哪個小反正就寄double就好了 他也不會有 超過的狀況發生 基本上不會超過double這個值 然後再來是一個char char的話就是放那個所謂的字元 那特別注意前後一定要 單引號 比如說這個地方加個b 那還有個booling booling的話就是true跟false就兩個 兩種 那這個是屬於所謂的基本資料形態 另外還有java裡面有所謂的參考資料形態 那參考資料形態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變數的形態叫stream 我想以前如果學過其他語言都有用到了stream 不過stream在那個java裡面是屬於 參考 資料形態 那你想說這奇怪為什麼會參考資料 這麼重要的一個 這個形態 理論上這個stream呢 是由chia所衍生出來的 為什麼因為 他chia裡面 只能放一個一個的字元 一個字元 那 可是呢stream的話是很多個字元所串在一起的 比如說 b 假設你今天一個java好了 java會有四個字元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宣告一個stream的話實際上就是 會 有四個字元 那你不可能說宣告四個字元太麻煩 所以他stream裡面 其實 是由 chia 所衍生出來的 那在這個stream裡面的話 其實記錄是什麼 記錄他的位置而已 然後呢 其實另外 所以這個地方 叫做參考資料形態 也就是說呢 他只是記錄位置 然後再參考到他位置 去把他的值給抓過來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 stream算是比較特殊一點點的一個 一個形態 OK 那stream的話用的也非常多 然後 那其他的話這邊有講到就說 int的話呢 他的最大值可以到正負21 那如果說你要小一點空間可以用short byte 不過基本上 用到的機會很少 除非說因為早期 如果你 撰寫的環境是什麼呢 是屬於那種 很微型的 像手機的那個 他的rom很小 你不能你要 很 很計算說你不能用太多記憶體 可是現在的記憶體都超大的 隨便都是 4G 8G的 所以呢基本上 你用宣告一個印刷就很夠了 再來frost是 32位元的 有這麼大的空間 那double更大 64位元 這個幾乎基本上應該不會超過 所以你的值如果比較大的話你可以宣告 大